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叫什么 艾雅的女儿 这个女人叫什么 叫利斯巴 利斯巴 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 利斯巴 利斯巴这个人很美大 她应该是扫罗的小老婆 因为她应该是扫罗的小老婆 利斯巴 那为什么她是扫罗的小老婆呢 因为大老婆生的儿子是约拉丹嘛 那她不是约拉丹的妈 她可能是小老婆 对不对 她是小老婆 她给扫罗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亚摩尼 一个也叫米贝博社 所以你看吧 这个 我现在想笑 你知道吗 像天下我看看风水大师 他说你得改名 你这名字咋咋样 我说那我改名叫王武庆能行吗 他一想他也不行 这个广改名不行 你还得那个生辰八字 何年何月何日生的 完了什么时候生的 完了生的时候那个大时代 所以你管改名是不行的 你知道吗 所以亲爱的你们有些人就去改名 我就想笑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这个米贝博社还是个残疾人 啥是没有 因为他爹中了善因 这个米贝博社也叫米贝博社 完了 有手有脚 身体健康 这个结果呢 遭死这个浩劫 所以这个利斯巴呢 这个真是一个伟大的女人 我们今天来看 我觉得母亲节呀 讲这也挺应景的 这个利斯巴呢 是扫罗的小老婆 给扫罗生两儿子 叫亚摩尼和米贝博社 然后扫罗的女儿米贾 这今天要讲就多了 这个米贾呀 的妹妹 给米贺拉人 巴西来儿子 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 这个米贾 你知道吗 他一开始跟着大卫了 后来又跟别人了 所以他跟大卫的感情就不够深 你知道吗 这也是因果 所以到这个时候 大卫就没有特别给他的妹妹的孩子一个恩典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刷脸好 是不是刷脸不好 是原因在那 原因就是你前面中的阴多了 你后面刷脸就好使了 你前面中的阴少 那后面这个该咋地咋地吧 所以今天就像前两条我讲了 咱们教会的那些小伙伴说牧师啊 我这个信用卡还不上了 牧师啊 我这网贷我还不上了 你只要写个白条 对吧 保证 这个控制情绪 不是一心情不好 就去买买买 保证控制欲望 不是看见别人有 我也想买 然后第三个 坚持这个这个靠主啊 好好工作 好好赚钱 坚持还钱啊 这个钱是要还的 只是没有利息 对吧 啊 然后呢 这个我就 我就卡你 你一个白条 我就挂一笔钱打回去了 对吧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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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这刚来我们教会 一分钱没捐的 反正也要说 牧师啊 你不说了吗 只要有困难就可以找你 我说可以 我说一年 那跟我十年 跟我二十年了 对吧 一年一年捐钱的时候 我挺高兴 那现在一年不捐钱了 我能不管 对吧 那你这 这刚来 我也不知道 你能待多久 你这刚来 你这看了 优惠政策了 你就上 那我 我决的政策 你怎么没看着呢 我说你 在这排队吧 所以今天 亲爱的兄弟姐妹 所以今天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一定要 跟大家 把这个事情 讲清楚 我们一定 把这个事情 讲清楚 如果是个小事 米甲如果求大卫 大概大卫也会把 为啥呢 这是一日夫妻百日人 但是毕竟 米甲跟大卫的关系 分分合合 具体细节 我们不讲了 你们把圣经往前翻 把圣经往前翻 所以又不是米甲自己 是米甲的妹妹 这个 给这个米和拉人 巴西来的儿子 雅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 这个 这五个儿子 也就比较惨了 所以刷脸包是 虽然提到了米甲 但是米甲的脸 这次也保释 所以今天 所以你看 这个米甲是扫罗的女儿 跟大卫呢 还有夫妻关系 那约拉丹呢 是扫罗的儿子 那跟大卫呢 是结盟 其实从这个角度讲 他们的地位 是差不多一样的 可能米甲跟大卫 关系更近一点 但是因为米甲 以前跟大卫 有这种分分合合 所以 这个到现在 关键时刻 米甲刷脸包是 但是约拉丹呢 人都死了 这个脸还好死 所以今天 你把这两件事 你把这两个人 往这一对比 我又给你讲一次因果 你阿门 阿门打字 阿门 阿门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看凑了七个人 对吧 因为对方说了 你必须把扫罗家杀七个 完了 我们就原谅他了 我们就祷告 完了 祝福你们 要不你们就 在神面前被咒诅 所以 这个利斯巴 这个两个儿子 那我们今天 我们不讲这个米甲 我们讲利斯巴 即便人把这七个人给杀了 而且是在神面前杀的 然后悬挂在山上 这七个人就同一天死了 然后被杀的时候 正是收割的日子 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然后这几天呢 这几天呢 是这个 收割的时候 你们知道 这个中国的节气是很厉害的 那个中东的节气是很厉害的 收割的时候 恰恰是天很干 很干 天很干的时候 如果一下雨 就完蛋了 天很干的时候 这个爱亚的女儿 利斯巴 我今天讲利斯巴 利斯巴呢 就用麻布 在磐石上搭盆 然后从动手收割的时候 直到天降雨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 日间白天 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石身上 因为有些鸟 它是石肉动物 你知道吗 你看有尸体 它就过去刀去了 那晚上呢 不让天间的野兽 前来见它 我这工作量很大呀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 白天晚上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打字方面 我们打字 每一个母亲都是伟大的 我们打字方便 我们打字 每一个母亲都是伟大的 我们打字方便 每一个母亲都是伟大的 我们打字方便 打字 每一个母亲都是伟大的 利斯巴非常清楚 我是谁呀 我是扫罗的小老婆 我是谁呀 大卫根本都不认识我 我是谁呀 我找大卫不好使 因为连扫罗女儿 米甲都不好使 我就不好使 所以呢 我救不了我的儿子 这个事已至此了 我认命 我救不了我的儿子 我的两个儿子 你知道没有一个妈妈 希望自己的孩子死 我相信每个做妈妈的心愿 就是说 如果真有可能 换我 让我死 也不要让我孩子死 所以 利斯巴 他没有能力 他救他的儿子 不死 但是利斯巴 做到了 至少 我大的事 我不能做 但是我小的事 我尽心尽力去做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这两天 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特别有感动 我们很多人失败 就是我大事做不了 我小事怎么还不干 我跟你讲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教会也好 其他教会也好 很多基督徒 这一生很失败 这一生很失败 我有的时候 跟白雪红姐妹 在聊天的时候 她就特别感慨 她就特别感慨 她就说 哎呀 这些人 真让我生气 你说大事 你干不了 没关系 你把小事干了也行 大事干不了 小事也不干 但是 这个利斯巴 她大事干不了 比方说 当时刷她的脸 她把她的孩子救了 哈利路呀 太棒了 但是她把小事干了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毕竟是自己的骨头 毕竟这是一场咒诅 死了还不行 还得挂在那 死了还不行 不让你入土被害 她就白天不让鸟去刀 晚上不让动物去咬 白天不让鸟去刀 晚上不让动物咬 白天晚上在那儿熟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这个事你说你能不能干 你能干 这个事你说我能不能干 我也能干 但是很多时候这小事 我们就不干 但是利斯巴 做不了大事 出于爱 他就把小事给做好了 然后你知道 后面发生了大事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常常讲人这一辈子 没几个大事 但是呢 你把小事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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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就大事发生了 你把小事做好了 你把小事做好了 就大的好事来了 就大的好事来了 所以十一节 这就是中华讲的 人在做天在看 十一节 这就是因果 利斯巴 他种下了一个好意 他不去抱怨 利斯巴 他种下了一个好意 他不去抱怨 他做他能做的事情 他彰显出 他作为一个母亲 对孩子的爱 他彰显出一个女人 对家庭的爱 然后 有人就把扫罗的嫔妃 艾雅的女儿 利斯巴所行事 告诉人 告诉大卫了 以前呢 大卫还真不认识这个人 因为扫罗也有一帮女人 大卫自己有一帮女人 所以大卫根本不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 但是 今天 这个艾雅的女儿 利斯巴 她 这事情就传到了大卫这儿 因为 第一 利斯巴没有抱怨 第二 利斯巴用她的实际行动 很辛苦 虽然是很小心 但很辛苦 白天晚上看着这局尸体 不是一天 不是一周 可能是一个月 很长一段时间 她就坚持这样做 所以虽然经历了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但是这几具尸体完好无损 这件事就感动了大卫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 在公司里面 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鼓励孙林 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鼓励水水英 很长一段时间 我鼓励崔娟 我说在公司里面做傻子 因为公司里面总是有一些工作 没人愿意做 但如果大家都不做 那公司就容易出事 那我们就堵住那个破口 我们就去做 所以你看 孙林也好 徐也好 得到晋升 崔娟也好 得到晋升 是有原因的 绝对不是说 哎呀 祷告祷告完了就行了 他们的确祷告了 当然 他们除了祷告之外 他们做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看到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利斯帕 他做的是小事 其他的人也能做 但是其他人可能 不一定会去做 但是利斯帕应该继续做了 利巴斯就继续做了 所以利斯帕 他做了 这件事就传到大卫那里去了 然后大卫呢 就做了一个更大的决 第一个 他把这七个尸体收起来了 第二个 他又把扫罗和扫罗的儿子 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因为毕竟 大卫跟扫罗有之前的那个关系 所以大卫不可能对待扫罗 像对待他自己爹一样 你知道吗 把你收尸啊 这个然后路途为安的 反正有人处理就处理了 就没太重视的事 但是因为这个 艾雅的女儿利斯帕 大卫就去 从基利亚比那里 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也搬了来 所以十三节 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 又修炼被悬挂的七人的骸骨 OK 这有两个人 孤魂野鬼啊 你知道吗 中国话讲 磕死他乡啊 是死了 再埋在别的地方啦 所以大卫把扫罗的 把约拿丹的 又把这七个人的 弄到一起 所以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 藏在别安民的希腊 在扫罗父亲基石的坟墓里面 众人行了 王所吩咐的 此后 神就吹听国民所求的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那个 谁圣经书帮我查一段经文 谁圣经书帮我 叫温柔的舌头 能折断骨头 温柔的舌头 折断骨头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当领导的人呢 一般呢 都心比较硬 你要跟领导硬来 你要对着干 引导只能比你更硬 如果领导不硬咋就被你干下去了 所以我们在下面的人 我们能做的就是用神给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柔软的身段 用我们主动的付出 用我们真心的顺服 来感动上面的人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有感觉 我给你们讲个真事 昨天呢 我跟这边的一个华人的官员 在一起 这个谈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人就找他做一些 就是关于身份的事情 你知道这个 在美国呢 有这个法制社会嘛 你知道吗 在美国法制社会 就是说如果你的案子交给移民局 然后移民局一直拖 一直拖 拖到很长时间了 你就可以告移民局 完了你告移民局以后呢 移民局好像就会把你的案子快一点 然后这个哥们 一句话 捅破天机 他说移民局养的那些律师干啥的呀 那你去告 那他就应诉 你去告他应诉 你要不告 那这些移民局养的律师还没活干呢 怎么好意思拿那么高的工资 巴不得你去告 但你告完咋去了 告完了就给你继续拖 你有啥招 所以他从来不去告 他从来不去告 他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跟移民局里面的人沟通 你看看大家都不容易 对不对 人家这么多年了 你看看能不能咱们稍微快点 把他这事给办了 所以他催的案子 就是百分之百成功 那有些人用那种 听起来好像挺高大上的 美国是法治社会 我去告去 我去告移民局去 然后呢会发现 他这个办法更适用 所以今天这个利斯巴 他没有跟大卫讲什么 他用他的行动感动了大卫 所以连这个利斯巴的 自己的老公 也算是老公吧 扫罗的师 这个师身 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处理 也得到妥善的处理 原来这个真的是客死他香港 真的是孤婚野鬼啊 这个不知道埋哪了 那现在呢 都给凑到一起 放在扫罗附近 集市的坟墓里面 你知道大家族都是一个大墓地 这些子子孙孙都葬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 亲爱的友亲爱的友亲爱的友亲 我希望你们能看到一个很深刻的东西 所以利斯巴 他做了什么 你能不能做 我敢保证 我们交位的每个地区 我们交位的每个街面 你们都能做 所以今天我不管你是自己做生意的 我不管你是在单位里面打工的 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做一个决定 除非这份工作我不干了 你不干了就赶紧自己走 只要你干 我们就认认真真地把它干好 我们就认真地把它干好 这个感动天 感动地 感动我们的领导 感动我们的客户 然后我们领受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 讲真话 历四八最开始 也没想 也没想着 能救扫罗杂地 但是最后 你知道他最开始想自己的儿子 本身就 这是 就不太好的事 你在最后没弄个全身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所以历四八 他最开始 他的想法很简单 就把他能做做好 结果没想到他得到的 比他所求的还多 他的孩子得到了很好的狩猎 他的这个先生 的尸体也被拿回来了 最后放在一起 所以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知道 这个人家不是介绍风水大师给我吗 风水大师就说了 风水大师说 你这样你这两年运 运气不太好 被卡在那里了 被卡在那里了 他说但是很快 你这好运就来了 完了你这个飞黄能打 然后 大师这么说了 咱也不能 不能不 没表示 我说呢 我自己 我非常清楚 我这个性格啊 就是一天也不想写着 我就想给上帝干点大事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 天清东南 地清西北 这个整个基督教在走下坡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看到这个 整个基督教在走下坡路 中国人的基督徒 不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少 美国基督徒更是这样子 我说呢 这个 现在整个基督教往下走 我现在努力干 我是逆世啊 我是逆世 所以上帝让我运不好 把我卡在这 其实第一方面让我休息 另一方面让我积累 积累人 这个这个这个队伍 第三个也是积攒智慧 然后呢 等这个世界事就是目击必反 等基督教重新往上走的时候 等大福音再来的时候 神一定会大大询我 还有怎么样 我的团队 我说我知道我是被神预备要做大事的 我知道我的教会是被神预备做大事的 所以现在神就把我们摁在这 让我们摁在这 去磨练我们 去训练我们 因为现在呢 整个基督教也是走下坡路 等这个物极必反 基督教往上走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就跟着写 就要顺势而为 所以这个这个大家都懂 你逆势 你也能做出来事 但是很辛苦 那你顺势就怎么样 事半功倍 那你要逆势呢 就是事倍功半 所以呢 这个大师讲的 和我自己在祷告中所感受的怎么样 几乎一致 所以你看 我我这个 前两年在美国还挺着急的 这两年你看心态就特别好 现在吧 所以除了前两天 我略微逼迫了一下邓灵 我不知道邓灵在不在 我给邓灵唠了三个小时 给手机都快打没电 这个连打电骂的 我整了三个小时 除了邓灵之外 最近没有人被我蹂躏 我现在特别好 我现在特别好 但是今天我也跟邓灵说一声 你理解 上帝祝福你 你不理解 那你就原谅我 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的教会是被神拣选的 我们的同工是天愿之子 无论在中国在美国 你们都要被神得着 被神来使用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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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像我们被卡在某种光景里面 我们不得施展 这不是坏事 就像利斯巴 他有啥招呼 他想让他还要死吗 他想拼命 一个女人又能咋地 大的咱干不了 咱就干小的 大的咱们干不了 咱把能干的把它干好了 他虽然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事情 但是这个小小的事情带来一个很美好的结果 就感动了大魏 所以今天 密斯巴 首先她是个母亲 她出于对孩子的爱 她出于对家庭的责任 她做了一件事情 我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姐妹 我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姐妹 你们结婚的 你们要爱你的家庭 你们没结婚的 圣经怎么说 那你们就是嫁给耶稣的 你们为教会 就像密斯巴一想 能做点什么 咱就做点什么 能做点什么 咱就做点什么 能做大事 哈利路亚 不能做大事 把小事咱们做好了 那今天第二件事 对于所有的 包括男的包括女 我们生意也好 我们工作也好 肯定会有困难 有的时候卡在那 我们不要放弃 打字方便打字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太弱不能做 对不对 那我们挑一条 我们把能做的给做好了 然后你就会让他神 彰显大的 神彰显大的 所以今天 这个 你们知道大连 这个红雷姐妹 你让他奉献 没问题 让他裸绢没问题 但你让他组织个活动 那对红雷来说老难了 大连人都知道 打字扣一 对不对 如果你不知道 红雷会组织活动 那就算了 你要知道你扣一 我太了解红雷了 那这次呢 正好 这个5月2 大家上班 这个孙玲啊 这能干的这些人都不都不在 只能红雷干 红雷说牧师 我也干不了啊 我就给他讲一句话 我说红雷 早晚你要干的 能干什么 咱就把他干好了 不能干 我也不说你 像盲雷是这样 好领导 多吗 不多 不能干 没关系 把能干干好 所以亲爱的 亲爱的姐妹 我现在就知道 今天大连的活动 会特别的好 为啥 因为是一个不会干的人 在组织这样的活动 你们 你们有信心的 跟我一起打字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